科技早报 苹果Q2高端手机占有率接近6成飞速枯花 319年时间寻找虚假信息 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发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 全球高端智能机市场销量同比增长46% 超过了整体市场的26%增速 其中 苹果iPhone销量同比增长74% 在高端手机市场拿下了57%的占有率 在售价高于800美元的细分高端市场 更是接近75% 主要是因为iPhone12 Pro iPhone12 Pro Max需求旺盛 华尔街日报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0年 Facebook相当于花费了319年的时间 在美国寻找虚假或误导性内容 Facebook周四称 公司正在采取更为侵略性的措施 来关闭在其平台上协调一致 参与特定有害活动的真实用户账号群组 沿用了公司安全团队在打击虚假账号运动上的策略